港圈和台圈作为曾经娱乐圈的两大圈子 其实是有很多相交的地方的 甚至在八九十年代的时候 两个圈子其实都算同一个圈 很多台湾的艺人后来都会在港圈出道 而那个年代娱乐圈的女星们 有不少都是风华绝代的美女 但是在年华老去的现在 这些美人也逐渐消亡了 如今这些美人吞去了年轻时的美貌容颜 有人自然衰老 有人虽然不服老但却逃不过岁月的痕迹 一、王祖贤 王祖贤被称为台湾女神级演员 2005年在经历了和林剑月 齐勤两段失败的恋情之后 不到40岁的王祖贤决定全面退出娱乐圈 定居加拿大 不久前再次被人拍到 如今年过50的王祖贤 面部僵硬 五官变形 容颜大改 再也不负当年的风采 一代女神就此离开幕前 而之后王祖贤一度被拍到脸部僵硬 鼻子怪异 眼睛不自然的照片 令人惊讶女神的变化 如今年过50岁的王祖贤 有时候发出的照片 看起来头发浓密乌黑 皮肤紧致似乎很年轻 但他的脸看起来却远不如年轻时自然 带着几分僵硬感 二 肖强 肖强曾是台湾第一美人 模特出身的她不但身材高挑有亮 长相更是惊艳 她饰演的林诗音一直是很多观众心目中的白月光女神 号称台湾第一美女的肖强近年来越来越卷入整容风波 然而面对大众和粉丝的质疑 肖强霸气回应 我有必要整容吗 不得不说 这个回应着实霸气 然而 近期肖强出席活动时却彻底的尴尬了 当初那个霸气回应整容传闻 否认整容的肖强却啪啪打脸了 这个下巴这张脸怎么有一种见到外星人的赶脚 这个角度的肖强更是吓人 下巴严重脱节 很明显这是整容失败的后果 整容失败不仅使得下巴脱节 面部皮肤更是严重松弛 这样的整容堪称毁容 当年的台湾第一美女已经沦落成这个模样 不免让人唏嘘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脸开始变形 随着年龄的增长 为了对抗酸老 肖强开始在脸上不停地填充玻尿酸 造成现在满脸硅胶 皱纹是没有了 再也不负当年的美貌 脸肿得像发面蛮透 满满的塑胶感 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但步入中年之后的肖强 脸上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脸部一度变得肿胀僵硬 额头十分突兀 如今年过50岁的肖强 脸似乎没有之前那么肿胀了 眼睛看起来变小了 虽然脸上没有皱纹 但整体看起来还是很不自然 从远镜头看似乎看不到 刚才那样严重脱节的下巴 皮肤也算可以 但是嘴巴却歪得太明显了 好好的一张脸说毁就毁了 那么多整容失败的例子摆在眼前 却仍有大批美女前妇后继的曲整容 真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过有一说一 肖强这么多年来的身材还是保持得很好的 三 林志玲 林志玲世纪肖强之后获得台湾第一美人的知名台湾女星 在结婚之前 林志玲也是公认的动灵女神 年过40岁身材和脸都保养得十分好 她的脸很自然 气质也很有魅力 但自从和日本男星黑泽良平结婚之后 林志玲也变脸了 本来精致的小脸上 苹果肌变得突兀 脸上有明显的肿胀感 眼睛变小 嘴唇变厚 昔日之性温柔的气质也当然无存了 生产过后的林志玲近照曝光 身着红色长裙 路肩设计 长发披肩 照旧美丽 毫无疑问 身为模特出身的林志玲 每次造型都令人印象深刻 而且她的拍照姿势永远那么标准 然而 这一次让人惊奇的不是她的穿着或是摆姿 而是她的面部五官的变化 甚至有些网友表示几乎认不出她 网友们发现 林志玲的下巴似乎变得更加尖了 脸部皮肤绷紧 光泽亮丽 尤其是她的眼睛形状也不太一样 最让人惊讶的是 她的颧骨和苹果肌变得更为突出 在这些改变之下 整个人的形象都被赋予了一种强烈的塑胶感 令人纷纷猜测 林志玲是否做了某种高科技的整形手术 有人说娱乐圈有不少女星被称为不老女神 但说到元老及不老女神 还得是潘影子 已经70多岁的潘影子日常晒出的照片中 她身材苗条曼妙 皮肤白皙紧致 五官看不出任何衰老的痕迹 脸上没有一点皱纹 说是40岁也不过分 潘影子自己发出的照片确实状态十分好 但也有人说她的生涂暴露了她真实的面目 脸上的皮肤松弛 皱纹又多又深 一看就是奶奶级的年纪了 五 陈德荣 陈德荣的颜值巅峰在20岁左右 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精致的樱桃小嘴 加上一张布满胶原蛋白的小脸 让琼瑶甘愿等她三年 之后她更是被捧成知名的琼女郎 但陈德荣的花期很短 25岁之后的她脸上的胶原蛋白明显流失 原本充满幼态的脸上也开始出现法令纹 如今50多岁的陈德荣生徒看起来皮肤松弛 嘴角下垂 虽然她自认心态很年轻 平时的打扮也很有少女感 但实际上脸上岁月的痕迹很明显 六 林青霞 林青霞年轻时的美貌在娱乐圈的地位自不必说 她可以美艳可以温柔也可以英气 步入老年后的林青霞有一段时间发福很多 加上私下不注重打扮 看起来和普通的老奶奶没什么差别 后来林青霞又在朋友的建议下进行了减肥速身 瞬间恢复了女神气质 林青霞也是女神中自然栓老的代表人物 她的脸上虽然皱纹明显 皮肤松弛 但十分自然 而且带着岁月沉淀的气质 在她的身上可以看到美人耻目也并不可怕 七 林凤娇 二龄中的林凤娇因为和成龙结婚生子 早早退出了娱乐圈 不过不妨碍她年轻时曾是台湾大美人的事实 不过可惜的是 林凤娇巅峰期留下的荧幕形象比较少 等她多年后出现在大家面前时 已经是一位普通的奶奶了 林凤娇晚年比较销瘦 脸上看起来有些干瘪 不过气质十分温柔 只是完全没有了昔日女明星的风采 八 胡音梦 胡音梦曾被称为七十年代的台湾第一美人 她不但长得漂亮 家是好 本人也很有才华 是当年很多男性的梦中情人 年轻时的胡音梦有着完美的鹅蛋脸 大眼睛 气质明艳淡带着几分疏离 很有才女的感觉 后来胡音梦嫁给了大11岁的李奥 但115天就离婚了 33岁的时候 胡音梦离开了娱乐圈 定居国外 如今七十多岁的胡音梦 留着短头发 脸上的皱纹明显 不失粉黛 彻底吞去了女明星的光彩亮丽 回归成一个平凡的女性 9 关芝林 风牛才子黄瞻曾评价关芝林外形极好 是天生的美人胚子 然而 女人貌美带来的并非全是幸运 20岁时关芝林不顾家里反对 依然嫁给花心富商王国精 半年后离婚 后来很多年里 关芝林游走在刘鸾雄 冯伟青多名已婚顶级富豪身边 花名富豪收割机 后来关芝林和富豪陈泰明秘密结婚 但不久后也离婚了 如今 年过六十的关芝林早已年老色衰 不甘心的她想要通过 医美留住昔日颜值 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好好一张脸搞得面目全非 10 高盛美 高盛美在八十年代笔尖邓丽君 发行过五十多张专辑 又百多首歌曲 在许多剧中演唱主题曲 其中最多的剧是穷瑶的 因此她还被称为穷瑶御用女歌手 她甜美的歌声和长相 让她成为当时那个年代 众多男人心中的女神 不过多年之后再见到她 她的容貌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整个人的脸完全变了样子 看起来很不自然被人质疑应该是整容了 有人说她完全从当初的俏美人变成了一个整容怪 失去了当年的风采 曾经的高盛美已经老了 为了维持生活 现在的她凭借着当年的名气 走学上演 五十多岁了至今未婚 上天对大家都是公平的 就连曾经的女神们都难逃岁月这把杀猪刀 更何况是作为普通人的我们 所以完全不要有容貌焦虑 不管你处于哪个年龄阶段 开心地做自己就好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